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在这里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8号 这一期咱们先聊一下现在的经济状况 随着两会给出今年GDP增长是5% 网上议论人比较多 海外我看也有议论的 相关部门,比如统计部门 给出来的数据都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GDP,还是人均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 似乎没有网上大家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 看上去前景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每个人微观的感受又不一样 无论是你在线下还是在线上 很多人感受到的都是比较萧条 所以宏观的统计数据和大家的微观体感偏差还比较大 你看最近这个网上有流传一个视频 我看这视频还比较传的比较多 它里面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它罗列了一些数据和一些现象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你看这视频里面说的 那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饭店转让 旺铺转让 饭店倒闭的这个视频 各地的这个山业街 步行街 都是闭门所护 一片凋敝的景象 这个年也快过完了 过了真月年就过完了 晚年这个时候农民工都已经远走他乡 大工去了 武工去了 但是今年似乎啊有很多人就出不去了 没地方去啊 三年疫情啊解封之后啊就是2023年大家本来预期还是不错的 认为这个三年疫情压抑了那么2023年一定会有个好的反弹 这个想法是对的啊 但事实上呢 结果是想法2023年反而比2022年还要差 压力还要大 大家知道很多人是要打提前量的 你比如开餐馆的 搞实体的 他们都是堵这个2023年 这经济会恢复 对吧 会像2019年那样 所以他们就找店铺啊开店啊开什么奶茶店开饭店开什么其他的店 结果2023年反而比2022年差 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就赔钱了 越赔钱大家都越未来越迷茫越没有信心 你看这都是微光感觉就是每个人的感觉 但是你跟那个公布的数据好像又相差比较大 所以啊2024年就我们应该就步入了一个新常态 新常态什么呢 就是数字一如既往的一路高升叫一路长红 但是在大家的感觉是越来越悲观 越来越沮丧 大家的口袋越来越笔 房地产颓势不变 理财产品不能相信 银行利息现在越来越低 物价上涨 实际上我们是存在通胀压力的 很多人老实说我们现在不会产生通胀 现在是通缩 我们现在表现出来是通缩 但是保不齐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恐怕要制造通胀 稀释大家的财富 实际上这一切啊都在预示着啊 艰难的事业已经拉开序幕 这两年咱们这个栏目是一直在提醒 一年比一年困难 消费降级啊 购买力啊严重下降 就业压力 这个很多供应链呢 都是转移到国外去了 外企大量的撤离 民企呢纷纷猜员 有很多民企跑路了 加剧了这个就业难度啊 对吧 2023年啊 咱们也报道了很多 这个媒体也报道了很多 各地什么公交车司机发不出工资 皇位工人发不出工资 老师发不出工资 医生发不出工资 甚至有很多地方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公务员发不出工资 还不敢说 只能内部船 也不敢捅到碗里去 有的地方公务员半年签心 甚至啊 还有地方政府啊 不跟寺庙借钱吗 所以这一切啊 实际上预示着 2024年啊 恐怕只会更难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足为虑 说这个没那么严重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下面几个片段 首先第一个啊 这是财林社3月7号发布的 报道的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1到2月挖掘机累计销量 24,984台 同比下降21.7%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对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统计 2024年2月销售各类挖掘机 12,608台 同比下降41% 其中国内5,800 同比下降49% 就下降了一半啊 出口6,771台 同比下降32% 2024年1到2月 共销售挖掘机 24,984台 同比下降21.7% 其中国内11258台 同比下降25% 出口13,726台 同比下降19% 这个出口这部分咱们先不说了 就说国内 大家都知道吧 我记得以前节目介绍过 咱们有一个叫挖掘机指数 就是根据挖掘机的这个销量 来反映出今年的GDP 经济会怎么样 这个好理解啊 挖掘机如果今年销量大 那么今年这工程量就大 基建就多啊 开工的就多啊 要不你买挖掘机干啥 为什么买挖掘机的人多了呢 工程量大了 大家都包到工程了 要新增这些挖掘机去干活啊 所以说啊 挖掘机如果是连年增长 那就说明这个经济也是连年增长 但是你看啊 今年一到二月 这个挖掘机国内是下降了四分之一 下降25% 这预设今年很多工程不开工 这发地产恐怕很多地方也不开工 或者开工量下降 基建很多工程它停了 不需要那么多挖掘机啊 从这个就能看出啊 这挖掘机指数就预设着2024年 恐怕不是那么一方风顺的 如果说挖掘机这个还是有点片面啊 只是代表基建 那我们再看看钢铁行业 这网上传言啊 流传一个文件 是武汉市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它叫风险提示函 这个是武汉市啊 金属材料这个协会啊 它给它的会员单位 发的一个风险提示 就告诉这个行业目前是什么变化 大家看看它怎么说的啊 它说各会员单位 去年八月以来 四川江苏浙江贵州等地 相继出现钢冒企业爆雷事件 大家知道吗 咱们现在天天都是看什么 房地产爆雷 一爆雷都是一万亿 两万亿 再次一点的是看中值爆雷 这些金融机构爆雷 那都是几千亿 这种各地的钢冒企业爆雷 咱们都根本关心不过来啊 都忽视了 咱们只看大价 实际上啊 去年这个钢冒企业 多地行业协会商会发布风险提示出 提醒钢冒企业注重防范风险 避免盲目交易 如此同时 一大批钢冒企业进入破产清算阶段 一场看不见的重感冒 在钢企中流行开来 熬过了2023年的寒冬 进入2024年 凝聚在钢铁行业上空的冷空气 却依然厚重 你看看啊 他说的是2023年是寒冬 但是进入2024年 凝聚在钢铁行业上空的这个冷空气却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厚重 春节之后 成都包头等地再度出现钢冒企业爆雷事件 单户最高设计被骗近千万 市场传逸纷纷 在此武汉市金属材料流通协会提醒各会员企业 钢铁行业进入冰河期 面对行业的频繁爆雷 各会员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要谨慎审视供应链企业的属性和资产状况 规避预付预定风险 盖着大红公章呢 叫武汉市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我记得万科的预量 经常说房地产行业的 什么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什么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又过去了 现在变成什么黑铁时代 应该这么说吧 武汉市流通协会 直接说钢铁行业叫冰河期 都不是什么寒冬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钢冒行业很大一部分 跟这个基建跟房地产有关系 都是民用比较多嘛 基建增速也是不及预期 那房地产的开工率肯定不足 我记得去年的数字是下降了10%吧 在这基层上还降 钢冒企业估计把钢材给下游客户 客户供到工地上 开发商也接不了账 那很大的爆雷了 很多地方都是保教楼 把你的钢材拉去了 他也接不了款 或者给你结一部分 所以你看啊 通过这两个报道 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有多严重 不是一个行业 是方方面面都受到的影响 这个瑞银呢 她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 就是GDP 她给出来是4.6% 比咱们的5%要低 这个瑞银说 她理由是 内地整体政策支持 较为温和 不会进行大规模货币宽松 或出台大规模直接消费补贴 维持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4.6%的预测 因低基数效应消退 及房地产市场下行持续 瑞银又提出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政府或将基本延续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设定的政策基调 预计年内人行货债下调政策利率10至20个基点 降准25个基点 就是说今年有可能还要降息20个基点 那这样的话你银行的存款基本上就不要考虑了 这利息就更低了 那买房子呢 怎么让它都等一等啊 因为你不还要降息吗 我们再看看消费啊 刚才跟制造业 跟这个基建 跟房地产有关系 我们再看看消费 新浪热点啊 3月6号报道 说这个中雪糕啊 售价从60元降到2.5元 价格急速缩水 据封面新闻报道啊 说近日网红雪糕 中雪糕再次引发关注 在某购物平台 目前中雪糕销售价格已至低位 其中07产品甚至低至2.5元一支 从最高超过60元一支 到余金2.5元一支 不少消费者表示 没想到中雪糕的利润空间 如此之高 有种被骗的感觉 直呼中雪糕不仅刺客 还在7客 实际上最近几年啊 中雪糕的舆论不断 大家知道中雪糕吧 卖的贵出名 就是一只雪糕 以前咱们能接受的价格就是5块 顶天了8块 就是比较贵了 一只啊 那中雪糕他讲了个故事 包装了一下 完了他就卖60一支 关键的是什么呢 还很多人买 他卖不掉 他自贪自颤 有什么用呢 关键他能活下来 就说明有很多人买 很多人捧场 那是过去啊 结果现在啊 他07的卖2块5 他就是不07的 现在价格也非常便宜 断眼20下跌 以前不是叫雪糕刺客吗 他那雪糕放在一堆雪糕里面 你要不小心一挑 你挑几种雪糕 一结账的时候 发现莫名其妙的 就100多出去了 或者200 你就感觉还不大对劲 后来挑出来一看 原来你买了两只中雪糕 混在里面了 所以感觉这个叫雪糕刺客 防不胜防啊 但不管怎么说 他那个时候还能卖得掉 直接啊 打骨折 你再不要60 没人买了 我想说这个什么意思 这说白了就是消费降级 他本来是逆势升级的 他本来这个经济发展啊 他如果这个经济 再这么势头发展下去 他卖60是可以的 因为他不需要占领所有的市场 他只占高端市场就够了 够他吃的 就相当于这个 生事品的策略 那个猫台 他要做这个雪糕里面的 LV之类的 没毛病啊 但是可惜啊 赶上了消费降级 直接卸菜 现在啊 中雪糕已经变成老赖了 被执行人 股份被冻结 网红中雪糕 一步步崩盘瓦解 跌入泥塘 你不管它是什么 别的原因导致的 实际上某种程度 就反映了 这个消费是在降级的 你这个时候 还卖60一只的雪糕 基本上是自寻绝路 就是没有市场 没有人给你捧场 因为消费降级啊 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 还是新浪新闻 说河马被爆轻货关门 据差评公众号文章 最近各地河马 撤跪关门的消息 源源不断的冒出来 有网友发现 自己买的河马商品 没人送货 送来的东西日期不新鲜 种类变少了 爱喝的苹果汁下架了 常买的鸡肉也断货了 网上还有人贴出 河马货架被清空 既没人补货 店里也没有客户的照片 根据支威编辑部 采访到的武汉员工的说法 还要再关三家 不关是对亏钱的门店下手 日常生活中 河马也是能省则省 以前免费提供的包装贷 现在每单强制收一元 在北京、南京、长沙的河马 免费送货门槛提升到99元 得如很多习惯 在河马买菜做饭的人来说 99元的凑单门槛 能要了他们的命 而且除了提高免运费门槛 河马还额外加持了线下特货架 逼用户到店消费 甚至还有过线下价格 比线上会员价还便宜的情况 这也导致很多会员抱怨河马 不地道 后面还有很多 这个河马被曝到处关店 实际上河马也是在关门的边缘 河马关门 某种程度也是消费将军 以前河马靠资本大量的补贴 吸引流量 它是要圈用户 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 要不然河马怎么可能从那个竞争最激烈的零售啊 这种销售里面拖延而出啊 还能杀出一片天地啊 靠的就是资本砸钱 烧用户 培养用户习惯 河马生鲜嘛 你从河马这个 它的目标人群 它就不是普通的用户 对吧 都是城市白领 对吧 瞄准的 就类似是京东一样的 你这河马很难去什么三线四线城市去发展 一样的啊 遇上消费将军 你把这个免送货费的门槛提到99 居然就没人买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大家 你就是在河马上买东西 买99块钱东西都不容易 就说明你消费将军啊 河马本来就打的是补贴 便宜 所以河马关门啊 某种城市就是消费将军 就像那个拼多多啊 把这个京东干残了 超过天猫 一个道路 就是消费将军 河马如果黄了 又有多少人失业 这些都是正规的新闻报道 从这些方面 也可以看出啊 这个各行各业 2024年 恐怕都面临着困难 这些都不是一句话 就能解决的 不是说马上就能扭转的 这不要说咱们老百姓了 就是胆振激光 一样的日子不好过 2024我们可能真的要过苦日子了 最近各大一线城市动作频频 首先是中国经济第一的 上海浦东新区 宣布自今年1月1日起 提高自来水价格 不同用水量 阶梯的价格都增加了20%以上 尽管上海水资源充足 财政自给率也是全国第一 但此次自来水涨价 确实令人意外 此以外 全国最富裕的深圳市 突然提高了 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技术下限 上半年 从每月2360元 调整到3523月 下半年 再调整到广东省的最低标准 大约是4000多元 根据测算 这一调整将增加 社保收入约400亿 深圳市的财政收入 已经超过万亿 但社保一直较准较少 领取较多 现在似乎也难以为借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市 你能相信吗 北京地铁开始承担快递运输服务 这在全国上述手里 据悉 地铁在飞高峰时段 利用闲置运力进行快递配送 2022年 北京地铁经过扣除补贴后 净亏损241.04亿 因此地铁运送快递成为了一种办法 此外 广州地铁和公交也涨价了 这使得一线城市似乎都在经历紧缩 这种现象非常反常 我们过去习惯于小城市面临经济困难 缩减员工待遇的情况 但今年一线城市似乎也面临着 无鱼两可耗的境地 在过去的一年中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 提及过近日子的次数罕见的增加到6次 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 开始进入实质性的紧缩措施阶段 有网传消息 陈某东部沿海城市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 其中提到了几个方面 2024年专项业务费和公用经费 将分别压减10%和20% 未经批准 各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 长期聘用的非编制人员 严禁违规建设宏伟工程 严禁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新建道路在五年内不得进行挖掘等 可以看出 该城市的决心非常坚定 措施力度很大 文件开头提到财政收支总体平衡 但同时也指出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2024年该城市通过拍卖土地 获得了364.45亿的收入 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与过去几年相比 这个数字少了200多亿 同比2021年更是减少了400多亿 创下近五年的新低 从全国范围来看 2022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处于低位 2023年 设计宅基地的出让面积 同比减少了20.6% 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6% 这也显示了收支矛盾非常突出 随着土地财政的持续下行 过紧日子可能不仅是短期的应对措施 恐怕还将成为长期坚持的方针 结合最近的动态来看 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可能会率先实施紧缩政策 例如 在体制内的公务员可能会降低工资待遇 有网传承某超大城市的级别年薪从35万降至20万 科技人员的年薪从24万降至15万 另一个特大城市的公务员工资也下降了20% 而其他单位的工资虽然没有下降 但法方时间却推迟了 此外 加快轻退非编制人员也是可能的措施 2023年黑龙江云南 广东湖北 湖南等地纷纷开始轻退非编制人员 预计2024年这一步伐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据人社部的数据 全国范围内非编制人员数量高达900多万 另外 上调社保缴飞机数下限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2023年 许多地方已经上调了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技术下限 明显的逻辑是确保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上 坚决防止陷入福利主义养兰汉的陷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常理告诉我们 宏观状况是我们必须接受的 而微观行动才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改变 刚才视频也介绍了 正好啊 这个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 叫兰福安 他说啊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以前 恐怕就是说一说 这个过紧日子 恐怕说了多少年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说一说 但是做起来呢 恐怕就是 叫枪口抬高一蹭嘛 但是现在恐怕就不是说出的事了 是要真这么干了 因为没钱 这个兰福安说啊 俗话说 精打细算 才能油盐不断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 民生事业 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不是不花钱 而是该花的花 该省的省 做到大钱大方 小钱小气 集中财力办大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强调 过紧日子 财政部将 肃劳过紧日子的思想 抓好过紧日子的执行 强化过紧日子的监督 这个现在啊 力度是越来越大 因为没钱了 各地政府 卖地卖不出去啊 怎么办呢 你再不节约 再不过紧日子 工资都发不下来 他有句话说的好啊 实际上 这一句话就倒出了 这个财富分配的实质啊 叫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 民生事业 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事实上 恐怕是反过来的 就是民生事业 少花一分钱 就是党政机关 就能多花一分钱 所以咱们又想到了啊 这个阿根廷的米莱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 这多简单 你把刀砍向自己 这一个企业也一样的 你这个企业 现在收入差 那你想收支平衡 不能出现亏空 那你收入减少了 那你开支啊 支出也要下降 支出下降 你要当总经理 这个事情很简单 或者就跟你家里是一样的 你肯定把你大头找出去 什么地方花钱再多啊 把它拎出来 从这下手 才能解决问题 哪个部门花钱再多 米莱的做法多简单啊 把18个部门 砍着就剩10个 完了这个公务员 非必要 不准坐飞机 完了坐飞机 你也不能坐私人飞机 只能坐民航汉帮 然后你坐了飞机 政府套钱的 你还不能算几分 这个退休的领导人 对吧 从米莱自己算起 米莱还有这个议长 任期见满 以后就是普通老百姓 国家不再给什么待遇 这些难吗 实际上挺难的 米莱在阿根廷 他就受到阻力 对吧 方方面面都向米莱施压 去搞什么罢工 抗议 这些表面抗议这个 抗议那个 实际上背后都是 既得利益者 在后面鼓动嘛 让米莱这个改革失败 你改革一失败 你就改不动了 你帮不着这些 乱七八糟的 这个刀 砍向自己啊 你就砍不下去啊 过几日子啊 实际上某些地方 是可以学一学 借鉴一下阿根廷的 靠财政资金 养着的那些媒体 可以裁测 缩减了 公务员要缩减了 机构要精简了 否则的话 难免就要 按下葫芦 起了瓢 你这个地方省一点 他那个地方给你多花一点 只有从根策上 解决问题 就把人啊 编制啊 给他缩小 所以最后啊 咱们再说 总体上看啊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无论是韭菜 还是公务员 从这个趋势来看 肯定是比以往要难过 所以这个视频的标题啊 说啊 2024年 我们可能要过苦日子了 没毛病 从去年咱们就已经说了 2024年会更困难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给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